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樂役地群組的主席 專講火車 專玩火車 專玩?專研究 那先介紹一下自己 介紹自己 其實我玩了LEGO幾十年 有三十年左右 第一副都是爸爸買給我的 反而接觸火車應該是19 如果是LEGO火車的話就是1988到1989年 其實跟陳博士第一次接觸的就是7715和7722 那一刻起就開始不停地去存火車 當然那時小時候可能是家人買給我 一直存著存著 直到出去工作 有一段時間就停了 其實我也是 因為經濟上要自己支持的時候比較困難 所以有一段時間就停了 那再回頭就是 應該是09到10年左右 就開始不停地存更多的火車 但是期間還有很多不同的LEGO會存 那10年之後再玩LEGO應該有傷很多 自己賺錢就不停地買 那兩者看 其實是看追不追回舊的東西 還是不停地買新的 因為新的可能是非常便宜的時候 很容易就買到 但舊的反而會考慮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去追回 Van 你也是來自外國 那時候在溫哥華 那邊買玩具 買LEGO便宜便宜 應該是跟美國的價錢 有時候會很便宜 其實我最主要都是在火車類的東西 有時候見過在某間大型的玩具店 就是在做特價 是可以將那些9V的火車半價出售 那可能原先標價是200元加幣 變成是100元加幣都有 那叫得會長 那當然有很多貨 那我們就麻煩出第一張照片 看看我們Van的童年是怎樣 這個應該是在加拿大 為什麼這麼不開心 現在的人就喜歡上機吃飯 那你那時候是不是叫LEGO睡 那時候沒有 都忘記了什麼時候拍了 95年 除非那個日期是對的 那個日期是對的 但是可能 應該那時候是冬天 2月十多是冬天 所以比較冷的時候 在家裡沒有長袖衣服 免得穿著一件衣服那麼大件 就穿著一件睡衣到處走 看你很不開心 被老頭打的 這個純粹 給大家看一下Van的貨物有多少 可以一路慢慢地拍照 麻煩你 繼續說一下 這些照片 真的被香港的人看到 想打你 加拿大 其實外地就是這樣 外地是這樣的 很多地方可以讓你擺出來 摊出來 這裏其實有少少 我反而覺得香港是有少少不正常 正常的一個居住環境 是容許你可以擺自己喜歡的東西 有Storage 你說有沒有車位 我覺得有少少太過 但是你說家裡正常應該擺到很多玩具 香港就比較無奈 香港真的比較少地方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要說一說 陳志雲博士也有 是嗎 那個機場是嗎 是 我剛才中午吃飯 你給了一些照片 我回去夜拍 其實應該是scan 但是有些時間關係 我看到東西 你們都吃過夜粥 然後眼前那些應該都是火車 眼前那些是火車 眼後面那一輛都是有4D5 500的 哇 哇 真的 以前我猜你在那邊 就有一間房間 專門擺自己心裡的玩具 其實你很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是被家人照顧 所以我沒有玩具 我是2000年去到澳洲 沒有網館 即是狂賣 哇 這個是多好搭 這個近日期的那個 是4.5厘的 在那邊有個循環 就是9幅來的 即是圖片的左手邊 對啦 左手邊就是9的 右手邊是4.5的 你剛剛看到在左下方 其實也有一輛4.5的車頭 明白 那這些什麼9幅 4.5幅 這些專門名詞 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總之就是來自上世紀的一些經典的火車 也算是 還有我想 現在的人始終想追回以前的那些 因為眼前好像這些 有Metal的 現在就沒有了 是 好 可以繼續下 這個 嘩 真的 怎樣介紹一下 我也不記得了 是 什麼號碼 它是一個貨運的車站 其實你看到很多照片 可能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香港以前沒有見過這樣的設計 因為其實我看回 就是香港很多時候 只是賣一兩套的火車 那它的省的組裝是沒有的 例如現在這間的cargo station 是沒有的 那它旁邊 你見到另外有一家 叫什麼 釣雞車 也都是沒有的 那 所以很多時候 在香港 玩的話 就真的只有一組的客卡 或者貨卡 之後再聯合路軌 還有以前我想 行貨多 是嗎 所以 所以 進來香港的 LEGO 主要都是靠 那個買的 它想怎樣就怎樣 那現在 大哥 我想百花齊放 可以說 某程度上 我覺得香港現在買的LEGO 更多 比起碼我來自澳洲 多個可以便宜 還有其實 現在就少了這個限制 可能是真的 非常exclusive的東西 可能 在LEGO shop 才買到的東西 可能有些贈品的東西 就買不到 但是其他 香港的貨源 或者貨種類 是多於其他國家 那可以繼續去一下 麻煩你 這個是77多少 7715 但是拖了7722的蒸氣頭 再加上電箱 Dr. Chang 對 Dr. Chang的後面那兩兩卡 你們吃過夜粥 還有另外一位 Kennedy兄 對 你三個都幾Hardcore 繼續 繼續 下一張 麻煩你 這張要先說 就是 是 樂役地的展覽 其中一架火車 其實LEGO沒有出過 其實這架是LEGO沒有出過 我們也很感謝 10月擺完展覽的時候 就問了 在香港的代表 Andy Hong 是LEGO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借了 某些綠色的磚 還有他這架 也借出了這架MOC的火車 那 第一天 其實我都非常之 晚才記得 他借了這個東西出來 也都 擺完東西出來 給大家 欣賞 以及去行就 其實你看看 可能你會覺得 為什麼好像 比起其他的 那些 比較肥一點 但是 其實 你見很多現在砌出來的 都是六格闊的 但是他現在這個 剛剛好是八格闊的 有些位置可能是多過八格的 是啊 六格闊 這裡要講 有點歷史 可以去回大鏡 麻煩 那 所謂六格和八格 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LEGO 你當一粒兩粒 那些就叫一格兩格 那他六粒就是六格的 那我們之前有談過一下 估計就是 因為LEGO 它第一 1966年出 火車就一直是六格 那他為了要保持著那個 consistency 所以就 之後其實你看 它的 official產品 都是六格的 那好像剛才 那輛灰色 MOC 的火車 他就 整闊一點 八格 那我想比較 貼近那個現實 其實 其實 你看回 你如果 對比很多 現在的火車 在 上次全世界都是 的了 很多時候 火車的 這個路軌的闊度 是窄過 其實整個火車的總闊度 那 第一 是 支援會 還有你轉彎的時候 會容易一些 但是 以LEGO來算 你六格的時候 可能只是組成外場 之後可能組成一組的 椅子或者桌子 即是在裡面 對 在裡面的盒子的時候 那你想想 譬如 六顆 其實有兩顆已經做了長 對 有兩顆已經做了長 裏面只剩下四顆 就剩下四顆的位置 可以組成你想組成的東西 當然 LEGO推出的 就只有六格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玩 MOC 字組件的朋友 會將它 加闊多兩格 那 仿震度也提高了 另外你在裡面 也有六格闊 可以讓大家組成 可能兩排的椅子 中間再加一條走廊 去加一些不同的裝飾 那我想你有時候 會做一些MOC 我正在做 也有在做 但是 我也比較 推薦跟LEGO那個款式 就是六格為主 其實我也是 老實實 當然 我也會非常欣賞 我也希望大家 會見到多些 是八格的 可以擺出來 大家去研究一下 那樣的 畢竟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組成了出來的東西 大家互相去了解 吸收 都是一件好事 那我呢 本來就 其實沒什麼 怎麼玩火車 幾個星期之前 很不小心 很大意 去了這個 樂役地 無端端 現在又多入坑 這些群組 小心一點 知道嗎 不要亂入 那就說回你們那個 樂役地 其實有沒有一些 目標 我猜是 一定是推廣 就是LEGO火車為先 其實 我們是 叫樂役地 其實都是 這個名字 都OK的 其實OK的 我們叫樂役地 其實 都想了很久 用什麼名字 一開始的時候 用什麼名字 會比較入耳 和容易寄到呢 第一 我們會去考慮 就是 通常你見很多餐廳 或者很多團體 組織都會用三個字 的詞語去做他們的公司名 或者機構名 我們就以那個方向先 亦都真的要 自記 我們就決定了 就是用三個字 一開始 有人會給我們一些 idea 可能有一個 可能會叫樂雨露 其實都OK的 其實這個idea 但可能會 感覺上 只是 可能被人想到 Rock 就是Rock and Roll 是的 第一是那個 另外就是 真的得樂高 開心地玩樂高 第二 可能真的得鐵路 但其實樂役地 不只是為了玩火車 或者是 令到大家開心 因為 這個是其中兩個 主要因素 但樂役地之外 除了玩火車 令大家開心之外 我們都希望 其實你見到很多時候 火車 你不會說 真的 在一些 沒有情景 場景的地方 走走 即是你現在好像見到 現在桌面那樣 是很多火車 但是差了一個場景 很多時候 就算你現在搭去 由沙田搭去大埔 你都會見到 你看看左邊有山 右邊有風景 有種種 我們就想 砌一個場景出來 除了是 讓大家玩火車 原來可以拍到更加好的照片 亦都是更加去發展到大家 去create 你們想整的 scenery 場景 或者是大廈 亦都算是樂役地的其中一個希望 是一個目標 是一個目標 之後 還有是一個 真是希望大家可以 匯聚到 可以匯聚到的地方 所以就 形成了 亦都選用了 樂役地這個字 我經常覺得 這個火車 其實都是被遺忘的一個系列 但是 老老實實 只是說 其實人們都很喜歡 因為火車 其實是豐富了 場景 那 阿福麻煩可不可以開第二個視頻 麻煩 應該有第二個視頻 那我可以繼續說 那 就是這個 這個是360度的場景 其實 是 我 我 之後 可能可以給回連結 或者上去 MyRadio 那我可以給回連結 360度的連結 好彩 原來你有放在鏡子裡面 我不知道 是呀 好彩我沒有在這裏 撩鼻歌 撩鼻舞 那你可能要停 放心 我沒有 好彩我 好彩我 真的 OK 那些東西 你是擺了在 擺了在 擺了在火車上面 剛剛好 可能看到底部 部分 就看到綠色的地方 因為砌了地機 他擺了360度的鏡子 上去火車上面 就在外圍 走了 應該三個多圈 那 也都看到 現在這條片 就不是看得清楚 裡面的內容 但是 就是埋邊的內容 但是如果 上去MyRadio Facebook裡面 我可以放一條 後補番的連結 上去 這個年輕人 可以一邊看的時候 用手機看 就可以一邊去轉到 鏡子的方向 這個年輕人 感覺到像 Toy Story Woody 看著 他玩得非常興奮 我看到 那 真的 科技的東西 厲害 Kennedy 是肚子 這裏 那裏 那裏 我覺得這裏 是真是開心的 沒有想過 原來香港也有 那麼多 鵝虎藏龍的火車粉絲 其實那天 也有 過來幫忙 那裏有十幾人 只是幫忙 負責砌 或者設定的時候 你可能一開始 都見到 那裏 有十幾人一起 幫忙 設定整個場 其實過來參觀的 應該都 其實都統計過不少人 那 反而 那些人進來 第一眼 可能會聽到 有什麼展覽 可能沒有什麼看 但是那些小朋友 甚至那些成人 進來的時候 都發現 哇 原來那麼多東西玩 那麼正的 所以尤其是場景 是需要一些 真是 Moveable的 我想那裏 整件事 真是 可以回來那個 大個 搞得剛才說 好像UFO一樣 好 那 都想問一下 其實 這個 整個裙組 有什麼困難之處 例如 會不會 訂賞 展覽會難 其實 第一個困難 就真的 找場地 那 也是 因為 場地 要找一些 大家去得到的 或者是價錢比較便宜的地方 是不容易 那 第二 可能會是 時間 就是說 可能 我有空 但是其他朋友 沒有空出來幫忙 那也都會 需要考慮這些因素 或者是 可能說 我不如放星期日 但是你也要考慮 究竟有多少人 可以過來參觀 所以那次 都幾好 其實是9月9日和10月10日 舔了 10月9日和10日 其實是重量節 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在前大光中學 我跟大家介紹 之前跟大家說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那個位置 在山上 你可以走上山一點 當上是燈高也可以 我對於泰和的印象就是 前一陣子看新聞 泰和的後裔 這個地方 其實我真的沒有去過 因為我每次坐火車 就真的是 九龍塘 火炭 然後就想到粉嶺 上水羅湖 也不能說被避忘 但是對於小弟的九龍人 其實是挺有趣的地方 泰和會是少一些東西看 但是其實 近一些大自然 天天看 高樓大廈 沾了什麼好看 對不對 那 講到內地 我都希望你們 繼續令到更多人 很興奮 就是像火車這個行列 那我就很不小心 那我想都要講回 一點點火車的歷史 其實那個火車 就由1965年開始發行 第一個就是323 那其實是一個pust train來的 就是nothing track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而且它也無法配合 任何或者以前的路軌 它也無法配合 主要是真的被你推 推得動 但是主要是做Display 但是第二年 他們很聰明 就做了一個4.5的電池箱 4.5的電池箱 然後去到1969年 即是3年之後 就推出12V 12V可以說是令 最多LEGO火車粉絲 最開心的一個時候 一直到1991年 他們就開始玩9V 就2006年就很短暫時期 就有一個叫做Radio Control 一個時代 但是三年而已 三年而已 到現代就是Power Function 但是Power Function 這個東西是2007年就開始有了 只不過是2010年就放下去火車這個系列 對 但是我想 我想 給LEGO的火車玩家 他們就以 即是不喜歡用那個 什麼時候出科 是一個時期 他們就反而 可能用那個Track來講 一開始就 1965年到1979年 就為了那個叫做藍 藍色Track 藍色Track 那是第一代 第二代就是1980年至1990年 是的 那 即是那個時代的Track 我就真的很少見 但是原來是這麼棒的 是 因為其實 其實Track 其實Track 就是要逐件逐件組裝的 之後 你可以在Track旁邊 就可能加這個 控制燈 加回這個 很開心 對 加回陳博士 之前說起的那個 平交道 那個Crossover 還有一些電燈 所有的 可能的 那個Switch 即是這個波口 我們叫 都是用電量控制的 可以 真的很過癮 是的 你可能只要站在一個位置 就可以控制你 十尺 十米遠的 那個Switch 或者那堆的 航路燈 這裡可以出張照片 麻煩阿楓 應該 這張照片 我因為這張照片 原來要買多部相機 真的有分別 眼前 其實中間那堆車應該是 第四、第五代 是的 主要是第四、第五代 你看到綠色那一架 其實是第四代的RC 其餘大多數 RC即是Radio Control 一個很短暫的時期 現在 即是剛才說了Power Function 要補充 其實4.5V 12V和9V 已經停了產 是的 已經全部停產了 我覺得很遺憾 其實真的有點浪費了 不過可能Lego那時候計算過 對 計算過Economical Scale 賺不到 其實很多人會玩 除了玩Lego火車之外 其實都會玩無形的火車 但無形火車 它們發展的速度更好 或者那個 Efficiency 是更好過Lego出的東西 可能你一個控制器 已經控制了十幾二輛車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方向 甚至是可以噴煙 出聲 對比起Lego 對比起Lego 它是有一個 disadvantage 所以 它在 2006年的時候 停產了 都明白的 但當然很多 Hardcore 的Fans 你明白 我不明白 我現在Hardcore 你為何停產 我現在寫一張投訴訊 我不明白 你可以追回Power Function 那一隻都可以的 Power Function 但是 自從去完落役地之後 我發覺 嘩 真是以前的東西好很多 是的 還有你摸上那個質感 沒有現在那種 你總是覺得 那個質量是差一點點 我只是說了一條Metal 在Track上 喂 大佬 殺了 其實你拿回鐵軌 和膠軌出來 是見到其實 你真正的路軌 是鐵造的 但是你其他的路軌 就是用膠造的 就是新的路軌 用膠造的時候 就可能沒有了那種 象徵度 質感 眼前這個 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這個 這個我就出了 你之前的照片 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嘩 我真的後悔 我現在才知道 除了DB的Train 我以為之後的Train 甚至Centafade 因為我不太熟Train 我以為是那些 原來隨便 原來不是 其實不是的 他如果出美國的火車 很多時候是根據美國的真正的火車出的 當然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是跟剛才那張照片的火車有分別的 現在你看到這一架是10133 那我朋友是Hardcore的火車粉絲 港同名 可能塞了錢 就入大家袋 幫你戴高貨 這架的型號是GP38 你看到其實它的車 或者很多LEGO出的火車 都是只有兩個輪胎 你可否回到之前的照片 可以看到的 麻煩阿楓 這張也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但正常這一架 是會有三組的車輪 在車頭和車尾 這一款 三組 三組 即是一組有多少個 一組就左右掛一個 掛這麼少 其實它已經承受到一個力度 因為其實車頭真的不輕 但它也會給到一個功率出來 三組其實就夠了 以這個長度來計 其實這架就是在美國的叫做BNSF的火車 其實是有一間叫做Burnington Norfton Santa Fe 的公司 又是Santa Fe 是Santa Fe 其實也是有一個故事 其實以前很多 美國是很多很多的鐵路公司 到現在這一刻其實只有五間 全部被吞併 要不就是合作一起做 BNSF就是在1995年成立了 跟其他的公司合併了 以前BNSF就只是叫做BN Burnington 但是1995年的時候 跟ATSF兩間合併了 保存了SF這個字 Santa Fe這個字 就是變成現在的BNSF 這一架其實是2005年出的 我相信它是為了十年的anniversary 就是可能要求個LEGO 可不可以出一架 幫我們出一架火車 嘩可不可以再出一架 喂失去了 這個可能比較困難 有沒有人可以通風暴順上去 哈哈 因為其實那時候看回這架車 看回這架車 它的組裝方法都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估計 如果現在再推出的話 會更加漂亮 我想說到底都是license問題 license問題 其中一個 那聽下還有沒有相片 麻煩你 有沒有下一張 這個我想要back up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時代 這個是12V 12V 即是第二代 然後下一張 麻煩你 因為這些照片上次推出 這個就是所謂的 9V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條軌 也是在用9V的電 那下一張 麻煩你 這個就是radio control 你看到分別 現在這個黑色和灰色的分別 但我又不明白 他 即是我看上網做的research 就說 這個是一個失敗的時期 何以見得 還有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好過現在的power functions 因為其實它的frequency 或者它的射程 是遠過power functions 很多的 你控制到 非常之容易就控制到 這個就是現代power functions 這個就是現代版 那我8月的時候 就試過一次 就是 在一間大約二百三百多尺的房間裡 那就是 相距是 四張六尺桌 應該是 兩米幾三米的 有 不止了 應該是有六七米長的腳距離 拿著RC control的遙控 是能控制到車的速度 即是剛才那個 反而這個 每個人都會怕它會出過 這樣 就會站在彎位 或者斜路位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估計 可能唯一的幣處 就是 因為那時候那款遙控 可不可以去到之前那張 麻煩你 之前那張 是這個 你見到 只有四個按鈕 但其實它在底部 還有一顆按鈕 是給你拍用的 咦 好像是 打什麼 鬆 那 沒有那麼複雜 那些是有很多按鈕的 但這個就只有一個 但是那一顆按鈕 是給你轉回 一個頻道 去控制火車 是 這一個幣處可能就是 可以控制到三輛火車 那新的那隻 power function 可以控制到最多八輛的 我估計 這個出的時候 都有嘗試抄過 那個時代 或者那個年代的 模型火車 因為你見到它右上角 是有一個按鈕 你按下去它就會出聲 這個好像聽過陳志雲博士 有類似提及過 那 Under Radio Control的時代 其實就 只是出過四輛 還是兩輛 出過兩輛 那真的幾少 那 反而 我現在 如果我找一些舊的東西 我都會找回 Radio Control這一隻的 4-car 看看可否 就是專門弄一輛 就是別人說失敗 我們就探討一下 那我們去下一張 跟著再 這張簡單點說 其實上次講過 這個就是第二代 就是 Lego Train Phenetic 最享受的時代 那我們去下一張 這個就是你最享受的時代 這個是我最享受的時代 那等一下就可以說 可以快scan 麻煩你 那這個就是現代 現代版 現代版 這個就 這個其實我上次 講得不太好 我 講得我真是 尾龍骨 什麼來的 其實這個是 叫Flex Track 來的 我估計 以前Lego推出的時候 就見到很多 不同的無形火車公司推出的 都出了一些可以搖擺 可以擺動的路軌 是被一些人去裝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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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了 他去 不需要不停地去搜不同的軌 去做到那個 這個 這個情景 那 Lego 在這個 就用了這個軌 去嘗試 complete 這件事 但是同一時間 他這件事 是有個好處 就是 以前Lego 只是出一些16格 闊的路軌 現在這個 你可以做到 最短是四格 因為 你也可以是 調整到那四格 腳 不同的角度方向 但是那個 閉處 就是它的阻力非常之大 哦 是 就是去到那邊 就可能 慢了 是的 你令到火車慢了 因為它的阻力真的非常之大 所以為什麼要請專家上來 就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這個 與國際接軌 講完 繼續下一張 麻煩你 這個 我想快講 就是單軌 其實就 嚴格來說 不屬於火車系列 但是應該都令很多火車 Lego火車迷都很頑困 很多Lego火車迷都會想 Lego再出回這一款的路軌 再加它的摩打 因為 出得少 但是它的功能 是 可以說好過Lego火車的 哦 明白 就是你看到它可以做到 弧度上山 那個速度雖然可能慢一點 但是真的 做到不同的斜度 現在Lego火車 除非這個 或者你要做一個很平的 沒有那麼斜的地方 才能上到斜路 明白 那先去大鏡 麻煩 那我都說了 一定不夠時間講 好 那我們第二節再回來講 拜拜